哈囉,大家好,我是伯仁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神佑隱魔的簡評 沒錯啦 就讓我們看一下這托紫色的玩意兒 究竟如何吧 實在很難想到形容詞 去形容他們神佑南角的美術 我個人是喜歡紫色的 但是他們的美術實在讓人 紫色也挨不起來 那首先先看到屬性部分 那隱魔的屬性其實在前章有講到了 其實就是相對比較破爛一點 相對比較破爛一點 那為什麼相對破爛呢 一來猜測啦 她的技能有可以造成屬性增長 所以莉莉絲的邏輯 你後面屬性會增長是不是 先幫你扣回來 又不是必定拿到 那所以呢 她的有些數值的部分就被扣了回來 就被默默的扣了回來 那為了不要讓她的輸出真的太爆棚呢 所以輸出屬性基本上都是砍了一圈 就導致呢 這隻角色出世看起來就很智障 怎麼會這麼智障呢 對 那不過一些基本的東西啦 閃避有一點基礎值啦 命中也有一個保底值在啦 畢竟是這隻敏捷角色啦 那有個能量消耗降低15% 這已經是新角色基本上都有的 那個常態必備的屬性啦 也不是啥特權啦 沒錯 那接著就讓我們從技能方面看起吧 首先看大絕魂之晚哥 那 她會對場上所有的敵人都造成傷害 那離隱磨越近呢 會傷害會越高 最高是三倍 那 靈魂呢 她會有一個debuff 會附著在被命中的目標身上 持續造成和物理攻擊相關的傷害 並降低他們的受治療效果 持續一段時間 那 對被附著靈魂的傷害呢 造成傷害時一定會暴擊 那死亡時呢 會立克斯邦醫師魂之晚哥 那這一個大絕呢 基本上 一個 一個 一個看距離的傷害 再加上一個DOT傷害 那DOT期間呢 會有一個debuff 那個debuff呢 會讓陰魔打人必定暴擊 你說聽起來其實很不錯啊 唉 聽起來其實很不錯啊 對啊 而且 還降低他們受治療效果 那我們這邊 基本上 就直接把這個降低受治療效果當禁療了啦 冠軍你他 呵呵 每講一次禁療 就要講一次冠軍 那冠軍的 呵呵 冠軍的靈壓真的是齁 可憐啦 喔 那 反正呢 這個技能整體看起來啊 用聽得很美好 但是把一些詳細數字齁 把一些詳細數字放進來 你就會覺得不是那麼美好了 首先 這招呢 裡面就有提到了 附著在被命中的目標身上 換言之這個魂之晚哥 是一個很正常的物理技能 吃命中的 吃命中的 那我們隱魔基礎的命中呢 36點 那再加上一件命中裝 換言之他的命中呢 並不是多麼的出色 喔 所以對上呢 相同的敏捷腳 甚至是就帶一件藍袍的角色 不要說別人 打他自己都不是那麼打得中 喔 打他自己都是五五開 喔 這是第一點比較難過的 那第二點比較難過的是呢 那第二點比較難過的是呢 魂之晚哥打上去了 debuff掛上去了 我要享受這個必爆buff了 恭喜 debuff時間5秒 蛤 蛤 debuff時間5秒 What the hell debuff時間只有5秒耶 所以這個必爆buff呢 那必爆的debuff啊 基本上 隱魔在時間內 來得及做的 只有 轟一發他的小招 或者是 揮一下他的手 打一發普攻 那第二發傷害要出來 抵達到敵人身上時 基本上debuff已經消了 這個 這個大絕是怎麼回事啊 聽著就覺得弱智啊 反正我不曉得是怎麼想的 這個5秒這個數字是怎麼出來的 反正這個技能 聽著還不錯 詳細數字進來就變得很可笑了 嘿 對是這樣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他的一技引壓 那 在人群最密集處呢 釋放一道引壓 造成傷害 並 造成額外的神聖傷害 對 那神聖傷害的數值呢 是他們最大生命值的10% 對沒錯 那那個中間那些敘述 不要看什麼震懾 什麼蛙格小 你以為是打斷那個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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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轟一下 轟一下中間那些都是敘述 就是這樣打一下帶10%的增傷啊 那其實 那其實呢 這招還算不錯啦 畢竟他的選擇邏輯是我們說最巴拉的那一種啊 人群最密集處啊 那再帶最大生命10%的增傷啦 不過呢這個傷害是有上限的 那對怪物啦 對怪物有上限啦 最高30萬啦 所以你打一隻血量超過300萬的 然後呢 就會打 單下就會達到上限了啦 喔 那以前 隱魔的這隱壓是三連發啦 喔 會被扣三次防啦 那現在呢 轟一下子會被扣一次防 算是某種buff嗎 我不太確定啦 喔 算是某種buff嗎 唉 那反正呢 最 隱魔啦 隱魔最理想的combo 放完大絕 轟一發隱壓 他立刻死去 喔 立刻死去再一發大絕 那這樣可以讓他的傷害最大化 那他傷害最大化的combo 就這樣了 沒了 這隻角色 怎麼聽起來就沒有什麼激情啊 我的媽呀 那接著我們來看他的三技 一個被動技能 支配死靈 當敵方有英雄死亡時呢 會吸收他們的靈魂 獲得額外的物攻跟生命回復 那隱魔呢 可以獻祭一個靈魂 來使他遭受致命傷害時 無視這次傷害 那並不會使加成消失 並在之後的兩秒內處於無敵狀態 換言之 隱魔要痛 要先對方先死人 對方死人之後呢 隱魔就會開始變痛 而且他有靈魂在生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次 就會有一次那個不死的特效 那 不死的特效呢 花掉的瞬間 還可以拿到兩秒無敵 而且還不會讓buff消掉 聽起來相當的美好 但是這一切要建立在 對方有人 先死掉 要建立在對方有人先死掉 當前環境 只要開始死人 基本上就是海嘯了 不是你死光就是我死光了 那個第一個人死掉的瞬間 戰局就大致敵定了 除非是有那種很拔剌的身 離場角啦 喔 不然基本上到第一個的瞬間 這一場戰局差不多就那樣了 對 沒錯是這樣的 所以說呢 隱魔這個技能的存在 就變得 嗯 非常的弱智吧 我只能這麼說啦 喔 那除非啊 你是打那種 帶功能型角色的 像是什麼 蜘蛛 或者是 之前那隻 那隻 那隻後排 那隻 不怕死的那隻後排 應該不是說不怕死 就是要自殺的那隻590後排 喔 銀河之女 就是 直接特攻一波 死了之後 再到你後面特攻一波 除非你對到的對手 是這一種 本來 本來就不是那麼怕倒的對手 否則你這招支配死靈想要啟動 是有那麼 應該說啟動的時候環境要優秀 是有那麼一點難度啦 基本上你啟動這招支配死靈的時候呢 不是你要死了 就是對面要死了 那啟動他的意義就 不是那麼的大了 對啦 那當然啦 順風曲的時候 可能啟動這支配死靈 接著 引壓魂之碗哥 造成更多的傷害 讓我方更優秀的收頭 也是這種想法啦 但是 雪中送炭 比較可貴啦 錦上添花 這誰都會啦 對 最後我們來看他的 最後另外一個被動 魔王降臨 那場上所有敵人呢 會因為神用隱魔的出現 而靈魂震撼 太醜了 醜到嚇死了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哈哈哈 那降低物理護甲 物攻跟閃避 那神用隱魔呢 還會吸收敵方的靈魂精華 從而每秒獲得額外的能量 那敵方英雄數量越多呢 獲得能量越多 那神用隱魔的普攻跟技能造成傷害時 都有機率使敵人恐懼 來 我們這邊先講最後一段 他的普攻跟技能造成傷害時 都有機率使人恐懼 那造成傷害的前提是 要先命中嘛 要先打破盾嘛 啊 引壓的好處就在這裡 他有一段神聖傷害 他有一段神聖傷害 不怕盾的問題啦 對 所以說 神用隱魔 這隻角色 大絕看命中 引壓吃命中 他的魔王降臨裡面 恐懼還看命中 而且還有%數 44%而已 連50%都不到 哎呦 蓋中蓋的一隻角色啊 救命啊 一關 過一關 再一關 過三關才能恐懼 我的天 喔 好累喔 對啦 他的恐懼要成功啟動 有點累人啊 那接著我們看到三個光環 首先這樣880點的物理護甲 880點 880點 哎呦喂 你加個5倍降個4400點 我還會嚇到 880點 這什麼笑話一般的數字啊 那搞不好一個鬥士都不怕你降這護甲 簡單來講 這個880點就是笑話啦 那4400點的物攻呢 我也只能說偏笑話啦 一隻正常 一隻正經輔助 隨便都有個上萬點的物攻啦 這個了不起降個三分之一 欸 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而已啦 而且 而且我說降個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是以三星四星 不是那麼完全體的狀態來講 基本上五星 一隻五星輸出 隨隨便便傷害 應該都有個上萬啦 都有個兩萬吧 看一下 哦 對啊 差不多都有兩萬五啊 兩萬五兩萬兩萬五啊 所以 這個4000點 對他來說 20% 好啦 20% 20%的寇攻 聽起來 還行啊 喔 比那個880點的護甲 聽起來好多了啦 嘿嘿嘿嘿 那最後呢 降敵人44點的閃避 44點的閃避呢 基本上就只是把一隻敏捷系的角色 變成力量系的角色 聽起來好像不錯了啦 聽起來好像不錯了 讓一隻有基礎閃避的角色變成 一隻沒有基礎閃避的角色啦 那就是看 剩下那隻角色有沒有藍袍了 有藍袍呢 那你還是跟一般命中裝五五開 沒藍袍呢 恭喜這隻角色 直接變成 誰都打得中的 那個木裝了 對 所以這個光環 整體來講 對物攻屬性來講 是蠻髒的啦 喔 是真的蠻髒的 你把神用隱魔往那邊一站 然後再配上幾隻物理輸出 基本上 打的數字 都會好看上一些 都會好看上一些 那尤其在對上對面 如果是物攻隊的時候 那個傷害還可以再減個20% 喔 對 我也就 我話也就只能幫他說到這裡啦 只能說這個光環喔 這三個光環疊在一起 效果還是相當的有限啦 那這個魔王將裡呢 最主要最主要的效果 是那個第二條效果 每個敵方英雄呢 會提供4.4秒的回能 所以呢 神幼隱魔只有一招主動技能的情況下 他的大絕的施放 卻還能趕上第一梯隊 也就是在1分15秒附近施放喔 人家開始嗨的時候 他不會在那邊 等等等我大還沒有 喔 他會跟著一起嗨 對 這是神幼隱魔 比較 好你家在的一點啦 至少大家嗨的時候跟著一起嗨嘛 不要大家嗨的時候說 欸那個我大絕還差一點 救命喔 聽了頭都痛喔 對 所以這個魔王降臨最大的作用 基本上就是那個扣回能的啦 也不是扣回能啦 每個敵方英雄存在的時候 會為他提供回能啦 對 沒錯 是這樣的 所以 整體來講 神幼隱魔呢 這隻角色呢 雖然看起來主要是輸出底 但是因為他這個光環的存在 導致他其實有點半打半斧的意味 那 他存在最大的意義 這個光環 還有那個 要過三關的恐懼 喔 如果 他的那個低發引壓 轟出去的時候 因為是轟在敵方最密集處 要是觸發了多個恐懼 欸那個效果就蠻可觀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恐懼這個控制呢 是很特別的 被控到的人 必定會回頭 就算他有90%檢控 他一定也會回頭 再回回來 才能做他的下一步 所以恐懼這個控制 最低最低 保底是有兩秒的 就是回頭 轉過頭去 轉回來 這樣兩秒喔 恐懼這個控制 是有這優勢在的啦 雖然說他這個恐懼 要恐到人的機率 實在是 相當的 相當的 不知道該怎麼講啦 那 寵物部分呢 神幼隱魔 呃 基本上啦 加速的性死會好一點啦 加速性死會好一點 對 加速他的技能輪轉 多轟個幾發引壓 那不然呢 因為剛剛也講了 他半打半斧 你帶什麼虎大吉之類的 那種輔助蟲 也不是不行 那寵物第六間莊的部分 寵物第六間莊的部分呢 他有蠻獸之力 有屠戀鎧甲 那但是呢 會比較推薦各位選這件 幽魂披風 為什麼呢 因為幽魂披風 有命中 有物穿 有輸出需要的屬 有輸出需要的屬性 舌頭打結 那這個蠻獸之力呢 跟屠戀鎧甲 給的屬性 神幼隱魔不是那麼的需要啦 如果你真的有要練神幼隱魔 我第二間莊會推薦使用幽魂披風啦 是這樣的 那接著呢 來看塔羅牌的部分 塔羅牌的部分 皇帝惡魔命運 低星隱魔 不用考慮 一定是命運 高星之後呢 高星之後我們也 也不管打不打得中了 反正我打中 我就是要他噴一大隔血 全 基本上高星就是惡魔了啦 惡魔沒跑啦 反正高星就是 我不管我有沒有轟中啦 轟中 我就知道他笑一大隔血 眉紅中是不是 意料之內啦 反正他是神幼隱魔嘛 對 哇 這隻角色用起來怎麼 好像聽起來有點悲催啊 那這角色呢 實戰 當然是沒有啊 怎麼可能呢 那所以說 神幼隱魔這角色 這角色 他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啦 怎麼說呢 因為在神幼裡面呢 沒救的人 有很多 沒救的人有很多 但是神幼裡面的 自憂生呢 也不少 所以他處於不是自憂生 但也還不到沒救 畢竟人家有全場淨寮嘛 人家有那個 機率恐懼嘛 人家有那個 三重光環嘛 對不對 三重光環 聽起來好像某個北部出現的光環 喔 反正神幼隱魔 真的不是那麼爛到無藥可救 但是 要用得上他 也是很困難啦 喔 也是很困難啦 所以 基本上如果對隱魔這角色 沒有太多愛的人呢 就不用特別入手了 那 對他特別有愛的人呢 打打飛艇可以吧 其他喔 應該還是沒有什麼辦法啦 對啦 大致上是這樣啦 那另外 另外要跟各位講個幾件事情啦 喔 就是前幾天講了那個 歡迎 愛影玫瑰的那個皮嘛 跟那個烏馬嘛 那個烏馬 那我們先講那隻紅蟲烏馬 那隻烏馬他 他的回血被改了 原本 血 回血量還能上看個三十幾萬 喔 一隻軟皮還能回得滿 被改完之後呢 他回血量上十萬 哇 連這二星軟皮的滿血 整管血都回不回來啊 開什麼玩笑啊 所以那隻烏馬的 取得的價值又更低落了啦 喔 對 那 有個觀眾提醒我 這個烏馬不會壁舞啊 喔 他不會馬而跳啊 對 你不會馬而跳的烏馬 沒有什麼拿的價值啊 這麼有的話題 真的是不曉得我的觀眾 有幾個聽得懂 另外就是這個 暗影玫瑰 喔 那跟各位講一下 暗影玫瑰這個 水晶玫瑰這個皮呢 我說 只提10%傷害 回復量加20 很沒用 那但是呢 風衣 風衣客棧 會轉沉默 會轉那個子顏的貼紋 那 沉默的 沉默的看法 沒到我這麼嚴重 但是他也覺得偏沒用 但是子顏說 這皮膚不差 我就 嗨 這皮膚不差 是怎麼回事 讓我跟各位威威道來 這個10%呢 是這樣的 一般啦 加傷害呢 都是一個基礎數值 呃 技能的基礎數值 加上物攻 乘上一個係數 就是最後的傷害 那一般加傷害 都是加在那個係數上 假設我今天有100的攻 100的基礎傷害 有100的物攻 這個技能的係數是1 那就是100加100乘1 就是200的攻擊力 那一般呢 就是把這個10%呢 加在那個1上面 所以就變成100加100乘1.1 所以就變成2001的攻擊力 就變成2001的傷害 但是這個水晶玫瑰那個皮比較特別 他是在最後計算出來的那個傷害 再乘10% 他這個10%是加在最終傷害上的 所以會變成100加100乘1 出來200再乘1.1 變220 那這樣各位應該聽得出來啦 這個最終傷害的提升 反正最終傷害的提升 最終傷害的上降 都是比加在中間的強的 對 加在大括號外面的數字的乘除 就是會影響比較大啦 各位這樣理解啦 所以子言說這個皮不錯的點是在於 他是最終傷害的提升啦 但是 10% 10%是能多到哪裡去啦 暗影玫瑰刺的死的就刺的死 刺不死的多這10%也是刺不死啦 我是這樣覺得啦 對啦 所以這個皮我還是覺得 雖然說暗影玫瑰 是一隻當前算是 比較當紅的角色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特別喜愛的話 這皮我覺得取得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大啦 反正他主打的不是傷害嘛 有沒有那20%回血 有那20%回血 該死的還是會死啊 不該死的還是不會死啊 對啊 所以我對這個皮 因為啦 我跟陸服每次看法有衝突的時候 通常臉就是準備被打的時候啦 那還是跟各位報告一下啦 陸服兩個攻略主是這麼 兩個血攻略的人是這麼看這個皮的啦 啊我對這個皮的概念就是啊 依托達辯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路用啊 錦上天花而已啦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就按讚訂閱按鈴鐺 不要分享 那有什麼意見或想要告訴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VN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